这个男人名叫维尔 他在马路边看到一根手指 捡起来上下扭动 感觉还挺新鲜的 于是用报纸包回去 打算烧烤下酒喝 结果把82年的泡酒倒在桌上 手指酒量惊人 把桌上的泡酒一口闷 真是个稀奇玩意儿 维尔把手指密封起来 放进冰箱 等明天再烧烤 第二天打开冰箱 手指凭空消失 维尔四处寻找 在地板上找到手指 小家伙已经一分为二 变成两根手指 还会主动握手 24小时后 长成了一根苗条的四指手臂 如果任由他继续长下去 明天绝对可以吃三顿烧烤 维尔把手指放进冰箱锁起来 一来是为了保鲜 二来是为了避免手指成筋 跑掉了 三天后 维尔听到了一声巨响 他赶紧去地下室 冰箱已经打开 盘子里的手臂消失不见 到了晚上 他又被怪声惊醒 难道这家里进贼了 他翻出玩具枪撞胆 打着手电筒四处寻找 打开冰箱吓一跳 手臂竟然长成了小怪兽 维尔沿着雪子看过去 在柜子上看到一颗心脏 随后传来敲门声 门外站着两个警察 说是维尔的前妻今天早上挂了 难道那颗心脏是卷发结的 小怪兽来到房间 维尔通过电脑屏幕看到了他 小家伙在河水 还向他热情打招呼 朝他这边走过来 维尔被吓得翻倒在地 好在小怪兽不但没有攻击维尔 还和他聊得非常欢快 维尔跟小怪兽取名叫包博 小怪兽和威尔之间 好像有某种心灵感念 威尔讨厌谁 小怪兽就把谁的心脏带回来 威尔把小怪兽擦干净 小怪兽就乖乖地离开 躺在冰箱里水饺 威尔把小怪兽当宠物养在家里 这玩意儿丑是丑 但是智商其高 能同时看五部不同的电视剧 还能跟上剧情 唯一的缺点就是 有点费爆米花 根本停不下来 这天 随房德的电话再次响起 威尔迫克大骂 这些人是混蛋 是吸血鬼 他把电话摔在地上 小怪兽被吓得躲在沙发下面 威尔马上抓住小怪兽的爪 安慰道 小宝贝 安骂的不是你 是那个催债的人 几天以后 小怪兽突然消失 冰箱里没有 柜子里也没有 直到后来 威尔看到桌上有根舌头 他知道小怪兽一定回来了 这个小家伙 每次出去干完活回来 都会在冰箱里休息 那么 这舌头是谁的呢 就是那个每天打电话催债的华物员 那是威尔最讨厌的人 距离那么远 小怪兽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可能挥舞翅膀 飞的是空中航线 这天 威尔出门没有看路 一辆车急尺而过 吓了他一大跳 双方都用国际化的手势 深情地问候彼此的家人 当天晚上 小怪兽就把老司机的小宝贝带回来 威尔养了一只 可以帮他掏心窝的小怪兽 前妻让威尔不高兴 小怪兽就把前妻的心窝掏出来 威尔觉得恶心 就把他扔到垃圾桶里 结果第二天 又在冰箱里发现一包心脏 小怪兽点头承认 这是他从垃圾桶里搜回来的 威尔只好用搅碎剂 把这包东西处理掉 心里的怒火 这才平息下来 威尔在家里蹬坑 小怪兽在门外吆火 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 威尔来到厨房 看到两个光不溜秋的脑袋在那里 这一男一女 是他的前妻和丈夫 他们都是威尔最讨厌的人 威尔本着八十一锤 一锤八十的原则处理垃圾 门外传了警报声 威尔最终还是被逮进了监狱 可他一点也不担心 他相信小怪兽一定会来救他 可是左等右等 小怪兽中间还是没有来 小怪兽真的存在吗 也许凶手就是威尔他自己 小怪兽不过是他想象出来的另一处人格 这部电影来自鬼作秀第二集 每个人都有被人惹怒的时候 心里想象出来的小怪兽 可能马上就把这个人收拾了 怒火也就消除了 可你千万别真的把这个人收拾了 我是老胡 喜欢我 关注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